好了 第二部份 回來繼續有夢翁 這次談談台灣最近的選舉 九合一的選舉 其實我也挺驚訝的 我以為現在台灣本土裡面 民進黨形勢太好 結果他這次大輸 其實看來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得很貼 這個台灣的選舉 雖然我以前做台灣選舉 但如果你就這樣看來 其實人民對他的施政應該都覺得是挺不滿 他們覺得只要大陸對台灣有威脅 民進黨就贏了 現在大陸的狀態是這麼戰狼的時候 台灣的選舉都可以 民進黨都可以大敗 其實他應該挺難的 其實來說 我在1988年到90年 94年到96年都曾經長住過台灣 有三年半的時間 跟台灣的商界、政界的高層 都有互動、有接觸的 我覺得這次九合一 民進黨的大敗 就是一點都不奇怪 主要就是什麼問題呢 第一 民進黨的結構來說 他們的人才一向被台灣民眾 乃至國際社會認為他們是什麼呢 競選、選舉有術、自覺無方 因為他們少了經濟的專才 財經的專才 你知道民進黨原來最初的時候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 就稱之為黨外 後來1988年的時候 蔣經國晚年的時候 他就開放黨禁、報禁 他們一路而來的時候 民進黨裡面就在傳統的 國民黨的威權 在這個社會裡面 能夠撒開一條血路來講 那他大批裡面就是那些 就是在這個 鬥爭性比較強 在意識形態方面 有他一套對於民眾的鼓動性 那方面他們是比較強的 但是真真正正掌握了政權之後 那他就正所謂馬上得天下 不可以馬上治天下 那他們就往往就暴露出 他們本身那個 這個治國、理政的人才嚴重不足 有這個毛病出現 那所以呢 一般人民呢 就老實說 他過日子的時候 他就看你當政者 有沒有這個兌現到 他競選的承諾 他們的生活水平 有沒有得到提高 他們的就業機會有沒有增加 他們裡面那個 那個薪資的收入 有沒有得到一個增長 他就看這些實惠的嘛 那好了 你民進黨當權的時候 當然他所有施政的弊端 社會上那些不公平的東西 那當然那些人就會入 這個就是這個執政黨的數 就不會算在在野黨、國民黨的身上 那所以 這個就是鐘擺效應 變成了就這個自然而然就在人心的 向背方面就有利於在野的國民黨 那所以整個這次整個北台灣、中台灣 都落在國民黨的手上 那民進黨只不過在高雄、台南兩都裡面 就站穩了陣腳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先天性的結構性問題 第二就是這三年來的疫情 那老實說 這些奧米克戎的病毒 或者原先的新冠病毒的時候 自然以一種就是這個魔徒恐勇之勢 蟹捲這個香港 這個就是台灣的社會 就造成很多在醫療方面的那個制度 那麼也都有一些人裡面 這個失救啊 也都有很多裡面就受到去感染 那麼經濟民生自然就受到衝擊的了 那麼所以就由於這個在作為民進黨 應對這些疫情的時候來說 你無論你怎麼努力都好 都畢竟是有很多人去感染 畢竟也是有一批人呢 這個說非正常這樣就去死亡了 那麼變成那些人呢 也都會有一個怨氣在那裡 那麼但是呢 就蔡英文他們呢 有某種的那個權力的傲慢 你看看他在競選過程當中呢 就說你投民進黨 那些候選人就等於投我這個小英子 投我蔡英文這樣 他將自己看作是這個民進黨的化身 看作是真理的化身 是民意的化身 他就偽略了這三年來的那個 新冠疫情啊 對台灣社會的衝擊 對於這個選民本身的造成的傷害 那麼他在這裡的時候呢 他就就是啊 往往就將這些這些過錯 決失呢就當作功勞 那麼所以就惹人反感了 那麼第三個方面就是層面 就是民進黨之所以在九合一 這次選舉大敗呢 就有一個台海的那個和平 還是戰爭這個因素 因為8月2號呢 美國眾議院院長裡面呢 就這個佩洛西 去台灣打了個洞之後呢 那麼就這個大陸方面呢 就舉行了這個實彈的射擊 是吧 這個幾枚導彈還飛越了台灣的那個上空 那變成了就是那些人就覺得呢 就怕著不民進黨 他在所謂的那個 台獨的道路上啊 如果走到去法理台獨的話呢 就真的會引起戰爭 都未頂 那麼這個新家性命要緊嘛 反過來來說呢 就是國民黨呢 就在這個還是堅持那個 中華民國的法徒這個方面呢 就這個不會說 有不會說這個走去搞什麼 台灣共同國這些就是 就是獨立的傾向的法理台獨的時候呢 還可以令到兩岸維持現狀 那麼所以來講呢 就在害怕這個戰爭 是吧 希望維持現狀 這個是台灣主流的意見來的嘛 那麼變成這樣東西 也都是有利於是吧 在台獨的色彩沒有那麼濃厚的 那個國民黨 這樣的話來講呢 好了 既然今次九合一的選舉呢 是國民黨是這個 獲得了這個優勝 民進黨大敗 那麼反過來呢 就有利於什麼呢 有利於這邊呢 就是台海兩岸的和平發展 因為你 你北京你要武統台灣 你一定要藉口嘛 它的藉口 如果要找藉口的話呢 如果這次九合一 民進黨是大勝 他勝利通分頭腦 是吧 在那個法理台獨那裡 就越走越遠 這樣的話呢 那麼他 北京就有一個藉口 對你進行這個武力統一 但是反過來 反過來裡面呢 這次是民進黨大敗 國民黨就優勝 那你知國民黨從這個連戰開始 是吧 到馬英九 馬英九裡面來講 都有和習近平在新加坡 這個有會見過 那麼然後裡面的洪秀齒 也都有這個訪問北京 和北京的關係是比較好的 那麼現在就是說 來到朱立倫裡面去掌政 再加上呢 這個蔣介石的曾孫蔣萬安 現在就這個取得了台北市市長 那麼這個地位 那你知呢 共產黨素來認為呢 蔣介石是反共 但是蔣介石對一個中國的堅持呢 他們是欣賞的 那麼所以由於這樣 九合一選舉呢 就是國民黨這個取得了優勝 那麼就變了呢 就沒有 中南海武統台灣 那個理由呢 就反而就弱了 那我想就有利於台海的和平 和維持現狀了 但是這個問題 去到總統選舉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結果會不會 其實有 去到總統選舉的時候 我相信就 國民黨的機會應該很微的了 他會不會不會將其他過程 你認為美國的選舉的話 這個也是使用最大的一個 不但你還會按照 你說這是我們的評論 你不需要 你太致命了 你不需要 那就是 你不需要 去급 做出的 郭台銘自己都說過不選了 應該都不會的了 說不會選 但是很多時候 你知道 商界人物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他從來都是要因應時勢的 我們香港689這個CY兩回歸之初 就說N解不選了 後來2012年他就選了 所以有時候那時候 我告訴你 他選完不選的事情 郭台銘是因應時勢的 如果美中在今後這段時間 他們的關係有所緩和的時候 到時候他們談好 台灣如果郭台銘出來 美國也接受 中南海也接受 我們支持他 這件事也不奇怪 所以就是說 未來也要看看 烏克蘭戰爭的發展是怎樣 中美關係會怎樣 要從一個大格局來考慮 台灣只是其中一隻棋子 台灣裡面是牽涉大局 但是大局不是台灣 所以我們必須要認清這一點 我們再看回一個微觀一點的香港 最近香港的民生上 其實就是 第一件事是一片架石 全部都加 兩電出來那個百分比是嚇死人的 四十幾個百分比 接近五個百分比 另一個差不多二十個百分比 的士又加 小輪又加 巴士公司又加 過去 這些加價潮 不要說在立法會裡面 會討論 會質詢 會批評 都要有人去示威一下 現在是完全沒有了 你說那個權力 去到一個點是完全沒有制衡 現在就不是在書本上看的 你看香港的狀況 其實就是這樣 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說一些很民生的事情 連反對都沒有什麼 現在 你在比如這個 二十年前的時候來講 香港裡面那個政治氛圍 還就是說 現在總之叫做逢家必反 或者政黨 政客 要撈取選票的時候來講 就逢身有加價 他們都 出來 托出來去帶頭反對 去收割民意 是吧 這個去凝聚民心 是吧 1967年的所謂反英暴動 也都由天津小輪加價 是吧 這個 引起的 所以這個問題 是比較敏感的 但問題到了現在的時候來講 因為香港人 他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前景 是有一種失落感 尤其是這兩三年裡面 一國兩制的變形走樣 令到他們很多人對前途裡面 失去了信心 就出現了 整個總統不絕的移民潮 你看一下香港750萬人口 現在只有729萬人 表面好像少了21萬 但是問題就是說 每天有150個名額 侵入香港 如果加上這個數 其實香港的移民出外 已經有30萬以上 變成當那些人對於香港的前景 都認為此地不移久留的時候 覺得良言衰好 中非九戀之地的時候 他的心去了加拿大 去了澳洲 去了英國的時候 他變成反過來對香港 加不加價的事情 沒有所謂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眼看 所以這個反過來來說 就不是說那些人對加價盲目 而是根本上對這個地方裡面 他已經是覺得 皮脂不全 無章煙腹 是吧 他就是一種這樣的失落感 絕望感的反應 其實這個不是好事情 嗯嗯嗯嗯 沒錯 現在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不僅僅是這個加價 其實你看到香港有很多 譬如那個移民的數字 一直都加 連這個樓市的跌幅 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 已經成了局了 我真的看到這個樓市 不是一個短時間的那個 你看到剛剛最近 什麼中原地產指數 一個星期間裡面 其實基本上那些大型屋邨 以前那些二手買賣都很快 現在全部都是蝕樣蝕樣 那為什麼要蝕樣 那很明顯他要走 所以他就蝕樣 那其實你怎麼看 未來香港的經濟呢 我覺得香港未來的經濟呢 就是要有很大的隱憂 我覺得香港的經濟呢 現在當然是差 但是差之中呢 他還是一個相對的平穩 但是問題就是說 晴朗的地平線下面孕育著風暴 這個波蘭北京的海底下面 翻騰著暗流 有幾樣東西我們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內地 現在各地裡面呢 去就是那個 反那個封城清零 那些層層加碼 一刀切極端化的做法 他會演變成怎樣呢 會不會發生這個動亂呢 而且是廣泛的動亂呢 是吧 因為你八九六四的時候就 聚焦在北京 聚焦在天安門廣場而已 但是今次是吧 就由這個 天山腳下的烏魯木齊 到這個 東海之濱的上海 是吧 由這個八北京 到到祖國的南大門 廣州 到處都 風煙四起 群體性的抗爭 可以說是 八九六四以來呢 最為洶湧澎湃的 所以 內地那個 政局那個 發展呢 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到頭來講 有大梯模的那個 鎮壓或者出現流血事件呢 那這個呢 因為我們 我們 香港會靠 祖國大陸 所以就是 對於 中國大陸裡面 那個政局的演變呢 就 對我們的經濟肯定是有影響 因為呢 畢竟 經濟是基礎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而戰爭呢 就是這個政治的繼續嘛 那所以 第一個我們要看 這個 大陸的政局的演變 第二要看 烏克蘭戰爭 烏克蘭戰爭 現在呢 普京呢 就這個 敗局已定的了 打了九個月裡面來講呢 現在就 輸到脫頭脫骨 那但是 美國也都監察著中國 會不會 說 中俄這個 友好 這個無上限 中俄合作 無禁區 不是盟友 聖似盟友 甚至說 各國不同方面 如策認 那樣 如果拿到這些 中國 和這個 普京 這個來講 對他們的 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有所支援的 那些實質的證據的話呢 很可能就會將 對 這個 俄羅斯 那個 八千幾項的制裁 包括了 將俄羅斯 踢到 美元國際結算體系 那招來對付中國 包含香港的話呢 也都對我們的 聯繫匯率呢 就造成很大的衝擊 第三要看什麼呢 看台海 台海局勢的發展 如果 有 朝一日 這個 就是說 北京決定是 武統台灣的話呢 台海爆發戰爭的時候呢 香港啊 現在有個警察出身的 李家 超在那裡 配合那個軍事管制 那 就 輕車熟路 配合默契 所以 到頭來 我覺得 大陸的局勢 就是 古克蘭戰爭 台海 那個局勢呢 這三樣東西 對我們 香港 未來的經濟呢 是有非常之重大的影響 甚至乎 如果真的三樣東西 有一樣東西去 爆發的話呢 對香港的經濟呢 就是一個 摧毀性的打擊來的 所以 香港的 國際 金融 貿易 航運中心的地位 這幾年來呢 已經是削弱了 尤其是 尤其是 現在 北京涉港系統 就是鼓吹 鬥爭哲 是吧 增強鬥爭管理 是吧 這個來講 這個 發揚鬥爭精神 這件事 在香港鼓吹 我覺得 這件事 值得相確 因為你國際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 航運中心 我們 對那些 持份者 利益有關者 主要的客戶 你將 美國 西方 這個 發達國家 他們 這些 所謂的 外務 勢力 看上是敵對勢力 要堅決鬥爭 是吧 你將 香港搞成 反美的前哨陣地 是吧 香港的特首 司長 局長們 各個成為反美鬥士 反對美國西方的鬥士的話 這個只會是 維冤俱如 維蟲俱著 將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持份者 國際貿易中心的 利益有關者 國際航運中心的主客戶 趕走 新加坡 這個 對你 多謝都沒有全部接收 因為人家一切的政策出發點 就是為了吸引外來投資 而鬥爭哲學 就只會趕客 是吧 所以呢 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值得要提供警惕 好啊 多謝你夢翁 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下次再聊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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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